欢迎观看由PingLab出品的Wash.ca 分析从入门到精通这个视频教程 我是PingLab的主持人老师 钱英杰 今天我们正式进入Wash高级功能里面的内容了 前面我们已经有了1.1部分 大家知道怎么去安装 怎么去认识它的一个组界面 1.2部分是对它的一个界面进行调试 教大家怎么做一个基本的一个续胞的一个过滤器 教大家怎么去做一些基本的一些包选项设置等等 以及续胞操作 那么的话呢在高级功能里面的话呢 实际上我觉得才是真正能把Wash这个功能 它的一些更强大的工具能够展现出来 那我觉得如果说用一个简单的一个一句话来描述 Wash高级功能跟前面的什么进阶调试这块差别的话呢 应该可以这么说吧 就是玩的就是图形化 就大部分的都是一些图形化 或者统计啊报表之类的一些东西 那么这种的话呢才是我们就说 在一个局域网或者一个网络环境里面 实际情况下没用的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功能了 ok 那么的话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这个章节呢 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第一个part 就是我们的数据流追踪这个功能 那什么叫数据流追踪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一般的话呢像TCP或者说像UDP 或者是SSL这种加密的一种HTPS这种流量的话呢 那么平常需要下大家在抓包的话 例如呢我们再打开网页或者说我们再看一个视频 那么呢一般这些流量的话呢 实际上有时候在我们的webshack里面会非常非常多 但是呢它们是一种碎片化的方式 通过这种分组的方式出来的 那么的话呢我们如果说一个一个分段来来查看的话呢 我们可能就不了解这个具包 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内容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通过流追踪这个功能 那么的话呢我们可以将多个数据分组 这种分段的这种PDU这种包把它呢图形化出来 那么的话呢这个功能的话呢 实际上在我们的分析菜单栏里面分析 我们的followTCP stream以及UDP以及SSL 这是它的一个流追踪功能 我们今天给大家演示的是我们常用的一个叫TCP流追踪的这么一个功能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吧 那么的话呢我们先来打开我们的一个whatshack这个工具 ok 然后的话呢我们呃待会的话呢我要打开任一个网网网址 就是说我要访问一个网址 然后的话呢我要呃用这个流追踪这个功能呢 把我浏览器访问另外访问我官网pinklab.net这个这个官网 我把我访问官网的这一个过程呢呃我想把它通过流追踪呢把它给分析出来 那么呃我的电脑的后台啊那些程序我全都关掉了 因为避免呢有其他一些TCP的一些流量出来 然后的话呢我们开始已经抓包 那么抓包选项里面呢我们是用默认的就是我没有做任何的特殊勾选啊 也没有做多文件等等的一些规则 比如说我只抓一个包 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开始capture我们interface 我们抓wlan这是我的无线网卡 因为现在我的电脑呃我只有一个跟51cto的这个绘画箱其他都没有 然后呢我点击start 那么这样的话呢现在我的电脑它应该是跟58.250这一个地址 在进行这一个基本的一个通信呃当然的话呢有看到TCP这种包 或者说我看到hp这种get就是我的访问的这种情况的话呢 那么我们这种情况一般就可以右键去点一个followTCP stream 跟踪TCP流或者呢我们可以点上面的这里 但是像一般我们都是直接选中一个续包然后右键这样去勾选 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看到一个基本的一个账后认证信息的 ok那么的话呢我们今天的话呢我们先不去看这一块内容 我们呢呃换一种方式吧怎么说呢呃我们呢再增加一个流 我们不要以51cto这个流来做呃我们换一种流量 例如呢我们现在的话呢咱们打开whatshub 我把这个规则清掉啊这58.250这是51cto的一个应该是他这个网址 然后的话把这个流量清掉清掉之后的话呢我现在后台还是有很多 他跟58这个页面一直在在访问 那么现在呢我们来开启一下我们的一个官网 pinglab.net这个官网 ok呃然后的话呢我们现在的话呢应该可以看到后台有很多很多种重传包之类的 124这个地址很明显应该就是一个新出来的一个公众地址 我们只要选击任意一个这个绘画里面的任意一个地址 那应该这种想我们再访问一个网页的话 除了htp像大量的这种流量啊应该是一种tcp这种碎片化的这种重传包的 大部分情况应该这样的 所以这种情况的话呢我觉得我们应该呃如果说要直接去打开去分析一个续包是比较难的 我我个人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呃那么这里面的话呢你看这里有很多重传包之类的 因为正常的一个tcp会话它的中午流量是非常非常多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呃来看一个吧 我们来点一个会话 这里有61.135也有124 我们随便点击一个做了一个follow tsp stream 呃那么这里面的话呢我看到我们去访访 我们需要百度哎这个是个百度的页面吗 哦不是啊重点是看哪里呢看这句话 referent 所以你到底访问哪个网址应该是用这个 一般的话呢就是红色部分 红色部分呢一般呢代表的是我们的浏览器我们的一个客户端 你去访问哪个网址用的哪个浏览器 一般的话呢会通过这个get 这一个序包这块我们以后后续再讲协议站的具体的话 我们在在西方分析 蓝色部分呢代表的是我们那边给我们的一些反馈信息 就是我们的我们的官网是吧 来给大家的一个反馈信息了 所以的话呢这一块就是一个基本的一种数据流 那么如果说大家的话呢呃 直接像平凡其他像我们现在有分析ARP啊分析像 SMP这种协议的话呢如果说单纯去打开一个序包的话呢 那么呃这个时候呢我们去怎么说呢 我们去看具体的里面的data的序包的话呢 像我们去很难去分析出我们具体来做什么东西的 因为这些东西呢它是一块化碎片化碎片化的一种 呃一种结构的所以呢像呃这个功能 就是流追踪这个简单的功能 简单来说明就是把这些我们序包里面这些内容重组之后呢 然后用一种图形化的一种方式呢来展现给大家 那么这就是一个我们呃基本的一个流追踪的功能呢 那么同样的大家如果说我们去访问其他的一些网址 就是如果说呃我们就用udp的或者说用ssl 那么这里面呢它也提供了这个类似的一种追踪流流的功能 像是一个小功能吧那么的话呢 大家可以自己来尝试一下去实验一下这个功能